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英 絕地訓練英迎來第三季啦 想要獲取絕地訓練英實體或虛擬周邊的朋友 記得要到片尾回答問題 這一集帶來出槍技巧基礎篇 讓各位求生者了解選手使用的鋼槍技巧並教學 下一集會為各位帶來進槍、交戰與遠距離槍法的技巧 想要了解鋼槍技巧的朋友一樣話不多說 繼續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學習鋼槍之前先跟各位說說鋼槍技巧的三大重點 分別為槍法、穩定度、即時判斷能力 槍法在絕地求生的N中或各類射擊遊戲都非常重要 想學習鋼槍必須先了解絕地求生N中槍法該如何使用 槍法部分先跟各位介紹幾種 在PMPLTPP賽區中的選手表現中可以發現 出槍技巧通常都以壓槍方式為主要槍法技巧 因為絕地求生N不像其他FPS遊戲 對頭線那麼的持種而主要是槍法穩定度的呈現 有辦法把槍壓好就有高距離可以瞬秒敵人 首先來看看大家為什麼會選擇壓槍作為絕地求生N中的主要槍法 首先我先射擊人物的頭部 大家可以發現我打角色的頭部一槍是沒有辦法使的 但是第二下人是會下去的 但是這樣間接證明了絕地求生N不像其他小圖FPS一樣 是可以one tap擊殺敵人的 而且絕地求生N的大逃殺都是大圖 那個遠距離的頭線更是難捉摸 也必須要瞄準一段時間 同時又需具備高背景才更有機會打到頭 所以我推薦各位可以在中遠距離對槍瞄準約頭部下方位置 這樣在開槍時可以順勢點到頭造成瞬間擊殺 但當然也有一些職業選手也會先點頭一槍再順勢向下壓槍 這也是一種射擊槍法 但就是要練練自己的穩定度 在近距離時對槍打頭是相對可以秒殺敵人的 並不是說在絕地求生N中頭線是完全不重要的 但吃重沒有像其他FPS遊戲一樣這麼的吃重 因為他沒有辦法one tap擊殺敵人 且上面提到過步槍打兩槍才可以將敵人帶走 如果一次面臨多名敵人的情況就必須很吃頭線了 我們先來舉例如果是兩個敵人一起撲上來的話 第一反應可以先瞄頭線帶掉一隻 第二拍壓槍拉陀羅伊換過第二隻 這樣是比較有高機率可以一抗二的 那這兩個技巧該怎麼練習呢? 第一個中遠距離的對槍 頭部下方位置能瞄準瞬勢擊殺 我們可以到訓練場中先設定難度一練習 會有幾波的敵人出現 第一次的練習主要先瞄準敵人的頭部下方 壓下自己的射擊鍵 測試看看自己的手壓或陀羅伊程度 如果壓不太住 壓槍的幅度就需要再微增 如果槍線往太下方跑的話 壓槍幅度就需要再微減 因為瞄頭下方需要較精準 故需要平時練習將準心放置在頭線下方位置 利用第二拍後座力順勢往頭線去跑 這樣就可以造成瞬殺的效果 各位平時無聊就可以在訓練場中 訓練這個準心的瞄準位置 這樣在對槍上可以養成自己的熟練度 第二種 瞄準頭線向下壓槍 我把這個槍法拿出來跟第一種做比較 因為這種方法需要比第一種 有更多的努力時間來去熟練 它的準心放置位置需要在精準的頭線上 第一槍就能大概率的點到頭 不過這種技巧是需要透過長時間的練習的 第一拍點到頭石 第二拍即時壓槍點到第二槍頭或是身體 這樣壓槍下來可以比第一種技巧造成更快的順殺 不過這樣的風險也比較大 沒有點到第一槍頭的話 就要順勢直接拉回頭部下方壓槍 但是這樣的時間差就很有機率換你被敵人秒殺 所以第二種技巧是需要透過多時間去練習降低失誤率的 最後跟這部壓扁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 G-U-A-L-O-W 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絕地求勝利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 再見 拜拜